我要在這裡報個料 勞動部北區分屬 包含剛剛講的勞動署 勞發署裡面 有多少人力是外包的 我跟大家說 這一位親身的同仁 裡面我們當然有一些 就是事發之後 我們大家多少去問一些訊息 對 勞發署內部有一個非常大問題是 大量的核心業務全部外包 可是大家知道一件事嗎 公文只能誰簽 公務員啊 公務員簽 對 外包的不能簽 所以導致為什麼他要加班加這麼久 所以整個單位裡面甚至 幾個重要的科 除了科長 會計人員是正式公務員以外 裡面外包的比例大幅超越其他部會 導致什麼結果 你有本事外包我尊重啊 那你外包完了之後呢 讓裡面的實質的 真正正式編制的公務員 要加班交這種程度 還打假卡 最後當然會崩潰啊 然後你現在跟我們講說 喔 他親身的原因跟我領導 喔 對同仁態度不好 喔 半夜交辦工作 交求馬上回 無關 這當然會引起大家的激憤嘛 就是亂寫 這個東西他有北區 中區 南區對不對 這些的分屬嘛 這個沒有 署長也沒有要分屬長做 謝宇隆做 部長也沒有 這個報告要做的話是全國一起調查 四個分屬都做我覺得合理 只有他要邀功他要做這個嘛 就拍馬屁嘛 就他拍馬屁很厲害 重點是這兩個 隔這兩個主管有幫他什麼忙嗎 就他懂電腦 就他會寫這個嘛 這個AI的程式 他懂嘛 那誰幫他忙 他人力是一 那長官二有什麼用 拜託長官一 然後同事三 這個可能就不用 不用繼續輕聲了嘛 就壓力太大 他也不是累 是交不出來 不曉得怎麼辦 所以很慘嘛 他就不去 他也不是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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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是不去